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工作 还没有完成 所以在过去几周都是透过电话联系来跟我们谈重要的国际新闻 那今天林少宇到这个现场来 但工作还是没有完成了 还在努力中 还在努力中 好 我们今天在谈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前的时候谈一个人物 那他这个人物就引起了很多的话题 就是战狼外交官中国大陆的发言人赵立坚 他不当发言人了 然后被调去外交部的一个司 这个中国外交部呢竟然有这个司 我们就没有相对应的这个司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这个事有关于内政部的部分 他是弄到边界与海洋事务司 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两本重要 对对 它的海岸线跟物上边界都很长 对然后他有所引起的这个冲突跟这个争议也非常的多 对这不是一个考验 而且他这个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应该还有牵涉到 像特别海洋应该有一些什么开发合作的部分 合作跟对抗都有 对啊 我觉得这个司蛮重要的 但是相对来讲当然就比较冷门 大部分时候都热门 可是万一有争议的话 那就是大热门 比如说中俄边界如果起问题的话 中俄边界如果起问题的话 那他起过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平常是闲差 可是万一这个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要差 对人家现在中俄关系可是尚不封顶 对还会封顶一段时间 对还不封顶一段时间 对如果说这个有争执的话 那就大事 是啊是啊 不管是南海 不管是中俄边界 中印边界都是问题啊 你怎么看这个赵立坚的被调职 那有人说是战狼外交的转向 那有人说这个他是因为呢 非常的不讨人喜欢啊 在外交部里面结怨甚多 所以被所以被放逐到一个比较冷的衙门 但我觉得啊 你看我就是不让林少女讲自己现在 但我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他染疫 然后他太太在微博上那个贴文 那一定也有关系 说药买不到 一定也有关系 我觉得株连了 这很严重 那简直是把习近平的遮羞布给掀起来了 对啊 我觉得他太太很不得体 而且很没sense啊 怎么会贴这个文呢 我觉得是应该说赵立坚的太太没有sense 比较奇怪 对啊 我说赵立坚的太太啊 对啊 我说不是 对啊 我说他太太啊 我说我说的是他太太啊 对对对对 他太太也没sense啊 很怪 怎么会去贴这个文呢 然后呃 后来又赶快改啊 嗯 先把这个原来说啊 那药怎么都买不到呢 先把他撤了 然后呢 呃 又很快贴个文 说买到了 呃 有了有了有了啊 就是好像是邻居啊 什么朋友给 对 这个这个太太真真的是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我觉得她也蛮直的嘛 啊 对啊 不应该啊 不应该 所以你认为说是 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们当然不知道原因 可是我觉得 借机的成分是一定有的 嗯 然后呢 这个呃 为什么借机呢 因为也给大家 也给世界看一下说 我现在又重新开放了 我的态度会有些 也许会稍微改变 这是不是真的改变 那你们就猜吧 嗯 因为毕竟在外交部里面 主张战狼或是 也不只新闻师一个单位 也不只招一间一个人 有太多人都扮演 这个主动被动的 都扮演战狼的角色 比如说驻发大使啦 什么驻英 就前驻英大使啊等等 这些人到底战狼外交 会不会改变 然后看将来 未来一几个月一两个月 或两三个月 我们不知道 有有多少人跟着他发言 嗯 有多少人这个不改战狼本色 有多少人这个 这个这个战狼本色 变成一只小小绵羊 这谁都不知道 这个呃 外籍记者在中国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应该问一下赵立坚的这个话题 是啊 而且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看到这个赵发言人他现在调到那个什么啊 名音是什么呢啊 对啊 我想你觉得呃就下 因为他们现在你觉得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就是正常的植物调动啊 是啊是啊是啊 没错啊 而且赵立坚 嗯 他那个那个新的那个发言已经做了一小段时间了 那个毛宁啊 我觉得挺不错的 长得很清秀 可是看不出来他是不是战狼了 还是女战狼 他没有啊 他没有 他到目前的为止发言都中规中矩了 他现在更可能更要这个更会小心谨慎一点 就算他本来是个女战狼好了 不知道 现在就是不晓得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发言方向会有些转变 不知道 我赵立坚是个标杆的标 就是标杆的人物 就是说战狼外交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巴西斯坦这个总领事任内挑起的嘛 嗯 他那个时候跟那个苏珊瑞斯 那个已经下台了 国家安全部门对抢的时候 有没有 因为他批评美国啦 对他批评我黑人社区不都是这样子吗 什么什么什么 他批评美国 而且你人在巴西斯坦这个炮打得也太远了 是是 然后那个苏珊瑞斯呢就跟 跟杨洁篪 哦不是 是杨洁篪 那时候那时候是杨洁篪吗 不是啦 是那个秦刚街的那个大师叫什么 反正是跟他反 反应 对 对对对 然后他把那个 他把相关的反应弄到送到中送回中国国内之后不久 杨洁篪就被调回来当发言人了 当对对对 当副司长兼发言人了 嗯 对 所以到是谁封他是谁封他战狼啊 这个忘记了啊 不知道啊 就是到 我觉得这个想 我觉得是是因为那个是因为电影的关系啦 对没错没错 对啊 是那个电影关系 是因为电影的关系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个战狼 不照一眼是战狼第一人啊 嗯 对啊 所以从他之后这个外交部战狼就出现从新闻师开始蔓延到这个其他师出去 嗯 变成变成一个普遍现象了 大家都这个有意无意或是这个只是这个战有多战那个层住不一样而已 大家都变成发言都口径都一致 最后连王毅都跳起来当上啊 所以对啊 所以如果把这个第一个人拿掉换成一个这个正常私处的师长 嗯 看起来是升官嘛 他本来不是师长嘛 对不对 他现在是他现在是副司长 对 所以看起来是升官 他到去当副司长了 对对对 嗯 所以 呃不晓得哈 现在要看他们之后呃发言的方向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谜就在于是说 嗯 在习近平不是有一次那个谈话吗 就提到说他们的这个外交的对外的一些的口径啊 嗯 就是反正要换一个面目后来都没什么时都没实现啊 蛮说从战狼换成一个对啊 对对对都没有这个实现 是啊 我觉得这是个谜他为什么那个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最近中共外北京外交部这个改这个人事调动有意思的是 乐于成为什么这个上不封顶以后就被调走了 嗯 对 调到一个更更更更跟外交没有关系的单位去 不过因为他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联啊 所以对他跟我们有什么关联 所以引起来的讨论话题就比较小那因为呃赵立坚比较受到瞩目 我觉得这一次呃就像纽约时报来讲 他们呃认为他们自己很了解这个中国的人事布局的这些资深的呃评论评论者啊评论员啊或者是专栏作家 他们之前的时候呢觉得王毅应该就是到顶了嘛 哦对我们不是还谈谈谈过吗写了一篇这个有关于王毅的呃评讯 我就说啊上次在给王王毅的写这个道别道告别啊告别的这个评论就没想到王毅生了哈哈哈哈 杨洁篪反而下来王毅就退了就退休了啊好这个是赵立坚 然后另外呢我们要看到呃关注的呢是在美国最新的话题就是呢在拜登的办公室呃智库的办公室里面找到他在担任副总统任内的时候的呃国家机密文件 这个就让呃川普呢非常的开心了啊因为川普的海湖庄园呢找到了一把一把一箱一箱的哈这个机密的这个文件 他哎你现在既然发现了在拜登的办公室智库的办公室发生发现这机密的一件他就赶快去搜啊赶快去搜啊他可能很多呢啊 赶快白宫里面也有啊白宫里面有机密的 白宫里面有机密的一件算什么这个他太开心了吧 难道拜登还把他副总统任内文件都放在一个抽屉然后总统任内文件放另外一个抽屉不会去动他吗不可能啊 这个如果说其实这个如果在拜公呃拜登的白宫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他在呃副总统收机密文件应该是OK吧应该就是看应该就是OK嘛 除非他发能够证明说这个文件在他在那个呃走的时候没有归还嗯那你要去证明他没有归还不然发现机密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嗯对好这这到底怎么一会儿呢 嗯他就是在白宫在这是白宫主动宣布的一个事情他在呃美国时间的礼拜一周日呃就这个礼拜一前天前天宣布的他说这个总统这个拜登呢在副总统任内的期间呢呃呃在他的这个非白宫的办公室里面在这个华府他另外一个他自己的小赤库里面那些小房间的发现这个极少量的这个机密文件 而且那个机密文件呢是这个这个锁起来的没有不是不是乱就意思说不是跟川普一样不是这样到处乱散的然后他们当天呢就通知国家档案局当天国家档案局就派人来取走这个文件意思说他们也没有反抗也非常合作等等等等然后这些而且这个事情是他们主动主动宣布的嗯嗯然后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在去年的11月2号 然后呢这个司法部呢后来又后续呢就发布发的新闻说他们已经指派了一个呃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拜登的这个疑似的疑似的泄密案件 然后呢还特别强调说这个他们指派的检察官呢是非管辖法院的法官因为他是指派一个芝加哥法院的法官来当来当这个特别检察官 而且这个法官呢这个检察官还是川普任命的法官 嗯以示检察官 检察官以示中立嗯这个事情这个大概的案情是是这个样子 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到底会有多大呢 呃这件事情严重性我觉得非常大因为大家马上就去算说哎你为什么去年11月2号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要等到今年的12月已经都已经呃都已经都已经去年的12月 去年到今年的一现在是1月嗯到1月今年的1月初才宣才告诉大家呢 这种有什么蹊跷呢因为大家就查第一个他在12月11月2号是其中选举之前嗯 而且是之前6天其中选举11月8号嘛 那11月中间差了这个呃八六天的时间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这是等于是在其中选举最后的翻盘如果如果什么意外出来的话是翻盘的一个好机会 结果他就他就不宣布嗯就没有在那个时间第一时间宣布 然后呢第二时第一时然后他在然后呢他还放把这个时间宣布 那11月15号说川普宣布要参选总统他也他这个他也在这个之后才宣布嗯对 呀但就我的意思说后续的调查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后续的调查但是这检察官有检察官的检察官调查实陈不知道 不过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嗯就是这个除了你刚才说的川普他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说 那个你们要再收一点包括白宫的白宫也会有啊还有拜登那个拜登的那个那个其他的房子也有 嗯他说FBI呢FBI为什么不来主动来来来来来他去他们家去他们家搜索呢 然后呢这个刚刚呃好不容易当选的这个好不容易这个议长推出议长的共和党呢很多人就出来跳出来就说他他会马上去调查这件事情 比如说呃参议院参议呃众议院很有权势的这个呃监督委员会Oversight这次会监督委员会他说他在48小时之内就会启动调查嗯就两天之内就会启动调查 是这个不知道对于呃后续的这个美国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呃主要就是因为跟他们就说文件好像不多啦大概是十份十多份左右 但重点性质不知道对但重点不在于是文件的多寡而在于像刚才林少宇说的文件的性质是怎么样 如果说有牵涉到呃机就是机密的文件的部分的话呢都是机密啊 这些都是机密对所以说因为川普的机密是包括什么他们说有跟核弹的内容相关有这么有这个这个机密等级会不一样太高 颜重性也会不一样最重要是说不管这个差别是什么呃以司法部为什么拖到拖为什么拖到呃拜登拜登为什么拖到这么久才宣布这件事情 那当然对啊那这个司法部为什么要等也配合拜登不宣布也支持不宣布这件事情你早就已经认命了所以你做到透明可是不做不到及时就变成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可疑 对但好在他们没公布好这个美国政治呢在这些很呃细节的地方呢他们其实是有一套很严谨的规矩呃像这个希拉蕊啊他就因为电邮门的案子 对他来讲呢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是是那他也他也就是用他的私人的邮箱啊对就是他用他私人的邮箱然后来处理公务啊收发邮件这样子就呃好像就大逆不到一般了啊对因为他是公司的必须要非常的分明的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主要呢还牵涉到很多这个机密的这个事情那但是呢等到这个他因此而输了之后啊当然这是原因之一啦 而且我觉得还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就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啊还有这个学者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就在讲说他们为了这些其实相对来讲不关国政的一些比较次要的事情啊影响了整个的大选的这个节奏和议题的主导嗯嗯 其实这也是呃美国的这个民主选举中的一个一个病啊哈那现在这个呃拜登的状况呢又不太一样对他又不太一样就是他是在在他这个职务所能够职权只能够行使范围起就是他在副总统任那时候嗯他把这个这个一些机密文件放到他的另外一个办公室里面去那么这个然后你可以说他这个他是他私人办公室不应该放不应该放他东西吗这应该不至于 可是他是在因为他是在他有他是副总统他有权利去去去把这个他没有美国英国我记得是没有法医会说你在职权范围之内你在那个职位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带到哪里去不能移动他主要的他主要的问题是他没有缴回去啦对对对对对对他主要的问题不是说那个公文不能跟着他去去走啊而是说他没把他缴回去但问题是说呃看起来他好像是忘了呃就是说他从那个事后 他主动配合呃呃如果我们说他律师讲话都是真的话因为他的过程是因为他的律师去清他的办公室然后发现这呃这些文件然后把他缴回去然后通报国家档案局嘛对对对对对对这一切都很主动也很配合嗯如果他们说谎都不愿意去做的话那就就怪怪的另外一回事就跟呃川普呢把一箱一箱的文件呢搬到他的海湖庄园是不一样的啦嗯那而且我也觉得就美国的民众来讲恐怕 也不是太在意这个事情啊只是他他给了共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就是一大把枪就对了一把很大的枪对所以就对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检察官在调查这个拜登儿子的那个疑似各种什么官书的案子嗯嗯对那川普当然有两个检察官在调查他一个是呃有一个检察官在调查他两个案子一个是他那个1月6号那个疑似三洞三后谷国会国会暴动案对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他川普自己的文件案嗯嗯两个两个一个前总统一个现任总统都有检察官在这个现任总统儿子啦都有检察官的调查那现在又就多了一个拜登自己本人的案子也是检察官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嗯好呃这个是在美国的啊拜登的机密文件被找到了哈的风波呃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呃SpaceX是马赫斯的另外一个公司就是发射太空船的 发射太空船这样他已经他这个他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这个太空货运公司这样讲就是他一年所搬到搬到这个太空去的这些货品的这个总顿数重量是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重量的总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SpaceX呃因为因为这个这是跟那个俄乌战争一起来的一个 这个经济学的一个专题啊嗯然后呢再加上马克马斯克马马马马斯克前一阵子在那个推特的事情上面造成的风波他就所以这个呃然后再加上圣诞节期间这个经济学因为这个两期并一起出看所以他做了一个他的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管他是告诉他说这个马斯克已经成为这个这个这个下一轮的太空竞赛的这个领先的人嗯 嗯对至少在这一轮的太空竞赛里面美国是具领先的领先的地位的那个太空竞赛呢已经不是在看说谁要这个重新登陆月球啦或是这个第二轮登陆月球是谁在谁领先因为美国的NASA就航空美国航空与太空总署呢这个前1月1号的时候才才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要重返重返月球啊 为的是呢不要让这个中国大陆呢领先不过中国大陆早先我们弥补踏上月球的话他就会宣布说月球是他的领土哎我觉得这很夸张哎我觉得这很夸张 我觉得哪啥这个很夸张月球像所有的资源啊都会被中国大陆拿走啊等等等等那经济学人就说呢嫦娥就丰厚了哈哈哈哈哈哈中国大陆就说别闹了 无钢就丰亡了地球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没发现什么特殊的资源是地球上找不到的 因为像开采开采那些资源代价成本很高没有人去那个 哎我觉得NASA这个争预算争的也有点 争预算绝对是争预算 这争预算争的这个言论也有点太太夸张了 我甚至觉得现在就是在预算审查期间跟送预算进去的那个时候 美国军方的那些夸就是不夸大有没有夸大我不知道可是美国军方讲出来一些中美竞争啊 美国多居烈士啊 如果你美国再不再不那个这个这个引起引起引头赶上的话 就会在哪里哪里哪里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觉得有至少有一半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争预算 你说军方也是吗 美国军方也是当然是啊 对美国军方的军方平常不讲话单位到预算之前都跑出来讲的话 而且10个有9个总是在预算这个说我要这么多预算的这个里面的加一个中国的因素在里面 讲到这讲到这个把这个话题岔开一下 他们新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啊 这些将军都很积极耶 在那个言论上面呢 印太是比较积极是因为他是一个大的指挥 他是大的司令部或指挥部 他们在有关于分析台海的这个形式上的时候 言论也非常言论也越来越战狼 从从川普时代就就积极的把 就等于川普做的跟欧巴马一件事情不一样 就是欧巴马他转到这个向印太倾斜转到印太这个事情 并没有做完完全做好做成功 反而是川普时代呢 这个因为跟中国对抗经济上对抗 反而把这个转向亚洲的政策进一步的落实 到拜登更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他继续延续延续川普的政策 或是延续欧巴马的政策 把亚转下降的时候更进一步的这个推动 比如说他从阿富汗撤军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他就是把资源转到亚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军方那些军方那些也看得清楚明白 因为这个政策是有一贯有连续性的 拜登不可能说这个在一上台以后 跟这个中国大陆强硬 然后做一半就说对不起我搞错了 不可能嘛 所以在这种时候 大家当然要去争议算 然后印太司令部是转向亚洲重要执行单位 他是最有可能获得最多资源的单位 他当然要去争取 你说什么非洲司令部向来是个冷门 冷牙门 就不会去凑这个热闹 对讲到这个印太的整个的布局 我觉得最近这两天因为CSIS的兵推 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共对台又在那边军演 所以这个话题就很热 我又我要我再岔开一个 昨天有一个微博上的短讯息 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就是说解放军现在正在对台军演嘛 然后有一个解放军海军的一艘054A护卫舰 他054A护卫舰 那他是他不但呢 越过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而且他还到了我们的领海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是这样 他这个是根据大陆的东部战区发布的战讯MV里 看到了一段就是054A护卫舰近距离的巡航台湾的周边 就台湾岛屿的周边 从那个画面上面来看 说可能是宜兰的南澳外海 看得到是南澳外海 他可以辨识出来是南澳外海 就是啊 我觉得他那个他他他上面有什么岛屿吗 有什么的他怎么知道他是南澳外海 我觉得很玄 是不是有一张有一个什么 像灯塔一样的东西 没有啊 那个看这个画面上面是没有看到什么灯塔 我我有那么我有那个视力有这么不好吗 他隐隐约约出现的一个是说 跟我们的康定级的护卫舰对峙 他说后面清晰可见台湾城的海岸线 怎么会 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照片 这个可能是那个MV 那个截图所产生的效果 有可能 他真的进入到我们这12海里的 我们应该要 我觉得很难 我们对空或者是对什么的 对 都要示意吧 这应该不是跟尖了吗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很夸张 我们就要驱赶就要赶走他 第一个一定是警告他嘛 然后赶走他嘛 如果你不走 那就是那就是看 战情要怎么样了 对啊对啊 大家要对撞了 而且虽然说我们彼此之间的顿数差很多 但是他这个 他只有一艘 不是不是 但他这个真的进到你领海来了 你还有什么好退却的理由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我的印象中好像这个 这个几个月前 也出现过对不对 对对对 那时候大家都在吵说 你怎么知道是你 这个在台湾东部外海 就是啊 我觉得你怎么看得出来 这海上面有标志 所以就 我不记得这个我要回去查一查 这是对我们的认知作战 当然是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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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问你 就说类似像北韩这种无人机 都搞到首尔去了 这种状况 有没有可能在台海之间发生 有啊 你觉得 前阵子有啊 你觉得威胁性还是蛮大的 对啊 前阵子外岛不是有一个 那是外岛 我讲的是说 本岛 他如果对本岛啊 还是有啊 这不得了啊 无人机能不能飞 如果我不晓得中共大型无人机 现在能不能直飞到 不用啊 他只要那个 他只要比如说 他的船 他的船 接近我们的 接近我们的临街区 从那边再飞就好了 对对 对不对 当然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 对不对 而且你还很难打 很难知道 因为他低空 对不对 他低空 他可以躲过雷达 对 躲过大部分的雷达 对啊 他如果来个这个 来个 不要说万机 百机齐发会怎么样 那就我们 就我们就 很难对付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们播音室的这个宴安 想到你儿子以后 要数位我们的 对因为要回到一年了 要扶兵 而且等到承诺 去当兵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是 很近耶 很快耶 他很快就可以到借林服役了耶 这十八岁不是吗 对啊 那很快啊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 第一个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扶兵的时候的状况 两岸之间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而且搞不好不止一年 哎好好我们回到这个SPEX好 再说这马斯克的这个SPEX呢 改变了俄乌战争的面貌了 对对对 因为俄乌战争要是没有马斯克就是 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 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办公室 有个就是他负责就是资讯 国家资讯建设的一个年轻人 他就写个推特 他也没有马斯克联络方式 但只有推特是公开的 大家都知道方式说 嘿这个马斯克 如果你愿不愿意考虑这个 把你的这个Starlink这个卫星呢 借给我们用 我们没有没法付什么钱 好孩子 马斯克第二天第二天就回应了 然后过两天大批的那个卫星接收器 一箱一箱一箱货位就运到了 那这个事情呢 让这个在军事上就等于是 所有的乌克兰军队 不管是在前线第一线 或是后面的这些这些将领 他们都有办都可以得到 及时或近乎及时的资讯 他比如说他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乌克兰的前线士兵 看到一个这个炮兵 可以这个轰炸地点 马上拍了拍了一段影像 回去给这个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主管指导以后 他马上可以决定说 这个是不是值得轰炸目标 然后就马上就说 你可以做 你可不可以做 那个讯息流动非常快 以前美军或是其他那种先进国家 也有这些资讯见识 资讯流动的见识 可是去仰赖都是 卫星大概只有美国跟英国 是几个国家可以 可是他们都大型卫星 移动非常缓慢 不像马斯克卫星是 这个低轨道卫星 移动非常快 而且每一个 每一个造价低廉不说 而且他更换速度很快 今天就算说你这个卫星 被一个卫星被打下来了 他马上就旁边有几百个卫星 在旁边等着可以替换 就他可以随时替补你的任务 而且他所 就算你的这个卫星不够了 他只要从地球送上去 送上一个新卫星 只要两天时间就可以进轨道 他很厉害 而且他所需要的 就是地面上的相关的设施 少很多 对不对 对 所以非常的便捷 所以这个对乌克兰来说 乌克兰要是没有这个卫星 很多人就说 你的卫星是我们的 乌克兰军方 的眼睛嘛 氧气 对如果你 如果你根本不留的话 我们就我们就完蛋了 这个战争就根本不必打了 所以后来这个马斯克 不是有一度说 他他不要再提供了 对对 他要钱 因为他亏了很多钱 亏了很多钱 可是被大家这个 这个真理公益 公盖以后 然后就反正就改口不说 然后他在后来又 隔了几个月 他说哎呀你们俄国跟乌克兰 应该赶快搞一个和平协议出来 把这个克里米亚 浪给俄国就算了 就被乌克兰骂一顿 又不说话 我觉得他第一个 他第一个 这个机器人观点说 当然是这个战争 当然不能是让私人 做 不能让 说战争这种事情 当然是国家出钱 怎么会私人出钱 美国国防部应该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 把这个钱买单 美国国防部现在也没有 马斯克也不说话 是因为他有 他有一笔更大的订单 在美国国防部手上 美国国防部现在也要搞一套 跟他一样的计划 当然是跟马斯克 这个一起做是首选 他他真的很厉害 在这一方面 这个怪胎是真的还是蛮厉害的 是他就是改变了这个战争的面貌 然后他他当然了 他在这个推特上面引起的争议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他他下来了吗 对不对 他下没有吧 他不是说找到适当的人就下来 还没找到适当的 好像还没有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 俄乌战争的 现在正在这个 目前最新的进展 邓内斯克在那边附近的一个 一个小镇叫巴 巴摩斯 在开打 那个双方已经打了这个 那边战争非常惨烈 每天都死伤数百个人 那么为什么 可是呢 这个那个小镇呢 事实上战略价值不太高 他除了能够提供这个部队的饮水之外 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交通要道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略价 没有什么 不是控制多大地方的战略价值 好我们来继续讲啊 现在在乌克兰的 巴克 巴克姆特 巴克姆特 对这是一个小镇 在对那 乌东对那次克 北边大概70里左右的一个小镇 没有什么太大的战略价值 可是双方在那边打了两样马翻 他里面访问了一个乌克兰的这个 这个医护人员啊 他就是每次每天都要散战场去 负责把那些死伤的人给撤下来 把尸体带回去啦 或者把伤者给做回去 然后他每天看到四五十具尸体 就是光是他们这一方 还没有包括俄国人 光是他们这一方 就每天四五十具尸体叠在那边 那我们丝臭味啊 血的味道 血腥味啊 柴油味啊 都非常烂能受不了 然后就不知道这场战争在打什么 那这场战争在打什么 事实上呢 跟这个跟这个双方的这个这个领土争议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经济学文说呢 他这场战争完全是因为 完全是因为这个俄国的佣兵部队 嗯 佣兵部队 他佣兵部队取一个很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华格纳 那华格纳集团为了要证明这个他存在的价值在俄国的国防事务里面或是在土地面前存在的价值而去打的一场战 嗯 他这场战争最大特色就是佣兵部队呢他找到了在俄国国防部内的这个能够在俄国影响到俄国的军事决定或是战术决定的一个位置 在这场战里面担任这个先发的部队过去呢俄国大部分的这些打这些战争呢是正规军担任先发的 然后呢再来第二第二呢是这个这个打过车臣战争的老兵在第二第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动用才会请这个佣兵部队去出去打仗 这一次在这个地方的战争呢完全是变成小倒反过来了反而佣兵部队打同镇车臣部队打第二中间的到后面的就变成比较 但是现在被看起来比较没有效果的能力比较不足的正规军部队 那前阵子在一月在这个今年过年过年期间不是发生一件事情吗 就是那个乌克兰的这个用海马斯飞弹火箭去这个攻击俄罗斯这个一大堆 这个军人这个在休息的一些工一间几间公寓里面 把杀死几十个人 那那个乌克兰说法是杀死400个人 姑且不论人数多寡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 他们聚集的地方休息的地方 会被沃克兰军队知道 都是因为这个有人说 都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手机 手机的讯号可以定位 所以就把他们扎死 那这件事情在变成这个 在这个俄国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说你们这些这个正规军的将军 是怎么干的怎么会 没有纪律 没有尝试 那这话是谁透露出来的 就是这个华格纳 还有另外一个是 华格纳军团的人 对另外一个是 华格纳集团或军团的人 他们这个在更早之前 就po了一个录影带 一个视频 没有两个两个这个仪式 在这个这个 把库打仗的兵呢 就指着这个 在这个镜头前面大骂 外国国防部说 你们这些人 这个你们这些私藏弹药 不发给我们弹药等等 现在变你们就是一些 这个混蛋啊 怎么做这些脏话 那这个事情也是被视为 是华格纳集团 这一手炮制的这个 让这个这个 俄国国防部难堪的 一个做法 那他目的当然是 当然是要跟普 跟在俄国的这个整个制度里面 取得更好的资源 跟普京建立更好的关系 可是他事实上 华格纳集团之所以能够在 俄国的部队 国防部 国防部结构里面 有这么大的发言权 也应该也跟普丁的这个容忍 是有关系的 普丁到目前为止 虽然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 对于自己的国防部 自己的正规军呢 有什么批评 可是呢 甚至还有称赞的地方 可是他也没有对 这个华格纳集团 这个超越 一正常言行的举动 有什么批评 他显然是两边 他都要看看情况再玩 嗯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战争呢 现在 所以打到最常 非常的 打到现在 非常的无奈 对 死伤其实 死伤其实是 在扩大中 死伤是 对 一定是扩大 死伤在这个扩大中 然后现在不晓得 嗯 什么时候 而且 今年 欧洲暖 暖冬嘛 对 所以 春天来的可能比较早 然后如果说 依照双方的 之前的时候 互相的这个放话 嗯 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呢 嗯 俄罗斯恐怕又会重整旗鼓啊 然后要再继续站 然后乌克兰这边也放话啊 他们要 呃进行有效的再反攻啊 就是甚至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 那双方的那个和谈就 就更遥遥无人齐了 是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谈一下 经济学人对于中国的重开国门啊 打开国门 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 嗯 他其实他 其实他是看着 长期来看他是比较乐观的 他说也许 今年第一季的GDP 就是今年第一 刚开始嘛 第一季的GDP 会掉 会掉 可是呢 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是到2024年第一季 跟今年第一季比较 他很多人估计是 中国GDP会成长10分 这是相当相当高的一个预测啊 可是他今年第一季呢 是大家都会很艰苦的 包括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现在中国大陆疫情还是严重 然后中国经济学员自己做了一个模型呢 他的估计是呃会有一 如果他中国大陆不就是现在把清零政策 这个暂时摆到一边也然后呢也不去也不去增加床位 或是或是不会去去找更有效的疫苗等等等等 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的话 大概会150万个人死掉 就是在这个在这一波的疫情疫情里面 然后呢问题是说呢 呃作为这个作为外人好像也没办法帮什么嘛 因为中国大陆为了不能示弱 他也他也拒绝了拒绝了这个外来的这些帮助等等等等 嗯嗯嗯 就是说即便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但是他的经济呃在度过第一在度过第一季之后会会成长 嗯对对呃理由呢 呃因为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外外中国大陆外界仰赖中国大陆市场的程度实在太大了 嗯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是全世界买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油 然后这个那个新矿铜矿涅矿都是都是这个占全世界最大的买主 嗯这是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他的他的他的这个他的市场仍然还在就算是市场这第一季受到一些挤压 他他市场还是很在他那所以那那在是就就是他市场仍然还在的 嗯然后他但他他主要的这个经济学人的观点是说他必须要靠他的内需来拉动对不对 嗯对没错内需是很重要因为他认为呃经济学人的分析是说外商呃在疫情期间 他离开再回到中国的几率不高对因为外商最主要看到说这个这个第一个是清零政策的法夹 就是夹弯转弯转弯急转弯而且所以不不仅仅是急转弯而是说看到急转弯之后才发现中国大会对于这个政策转变事前完全没有准备 中国市场而且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非常的对好就说在这一次的呃决策看到中国的这个决策过程里面就发现他似乎是一个呃就是就是下了很大的一个赌注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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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災難後果 這是他是他是說這是乎是習近平在賭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很怪 對就是啊 我覺得這很怪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有效的這個治理和管控 向來是中國政府很自豪的一點 然後我們過去也看到呢 他在這個治理上面呢 其實也展現了這個他的 其實非常的有效率性 可是在這次好像 突然的這個鬆綁中間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規劃 對 所以上次我們討論過的時候 有個人說是會做決定跟會治理是兩回事 是所以說外商再回中國的機率不高 然後對於總體的這個影響 他會造成些什麼樣的後果和衝擊呢 最好他是預估到明年的話 明年的話如果一切一切都沒有什麼其他的意外的話 明年這個這個第一季之後 是可以期待中國的這個經濟成長率是會再增加的 就是說即使是外商沒有回去 但是他本身的內部的內需的這個拉動以及他對於 對可是對可是並不是對於市場上面的這個動能來說 他還是他還是足夠的 對可是有些國家也會受到因為中國內需需求大 那個油啊氣啊都這個又又回到中國又大量的去被中國買走的時候 其他國家 他也是歐洲國家會滅如果俄烏戰爭再不結束 通膨 通膨跟他的利率走高的情形會在 反而是對他們那些國家的痛苦 嗯 好呃 現在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呃布林肯啊什麼時候到這個中國 對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雙方達成了呃可以會有些什麼樣的進一步的共識啊 然後呃因為從二十大的大陸的人事布局看起來呃大陸似乎要任命一位呢 被中國大陸所制裁的呃官員來出任國防部的軍方的人事啊 來出任這個國防部部長 這個對於兩邊後續的國防這個部分的交往來講 就變成美國一個難題 造成很大的一個困難啊 對 就那你你為了使得 因為雙方總是要對話嘛 是是 對那可能也有可能要到什麼美國啊或什麼樣去訪問 對 對 那他現在被制裁他就不能夠去美國 那現在要怎麼辦 不知道 拜登可以唾臉自甘 他都要去沙地阿博了 被他罵成是一個什麼什麼 獨裁 賤民的一個賤民的國家 對啊 所以那被制裁的人是怎樣呢 是說得也是 好非常謝謝邵宇 OK拜拜 拜拜 拜拜